馬路上有路牌被吹凹了 另外這一頭橫式路牌不翼而飛 這全是三屯惹的禍 強風吹跑的路牌 民眾在網路上掀起了撿路牌大賽 他們與路牌拍照合影 分享到社群平台上 比比看哪一塊路牌最大最有看頭 結果屏東台縣撿到了路牌 被封為冠軍 很新奇的 因為之前都沒有這個狀況發生 然後因為這是真的風太大了 所以路牌掉落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都想去拍一下這樣 我兩家家裡有背 是喔 一塊而已 你看它掉下來 兩塊啦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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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狂哨脆弱路牌 也吹垮了路樹 這樹就砸在賣鵝肉的店家 鐵皮屋頂 整個樹傾倒 店的客人依然照常吃得很開心 網友PO出這樹倒照樣吃的影片 直呼高雄人真的是勇氣可嘉 店鵝硬的 因為初點都牽起來 我們這初點也牽起來 三四個人站在上面 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如果說它這邊沒有柱子的話 這邊是樓空的話就撐不住了 是因為它這邊還有四根柱子 在支撐 趕快移除會比較好 原來樹木剛好砸在屋頂上 沒有砸破 真的好險 氣象樹整理三坨颱風的最後衣物 入境百年難得一見 它一度在台灣西南外海 籌疏不前 登陸後把高雄吹得亂七八糟 連放四天假 從小港上岸後找不到方向 加上地形持續破壞 逐漸魂飛破散 最後在高坪上空消失的無影無蹤 4號5號兩天 高雄天氣晴朗 民眾忙著清理遭 跪拒颱風破壞的家園 TVBS新聞 埃昭賢高雄報導